本来我读书还是买了很错的 家里数损这么多钱 所以我妈就说 不知道我们人是没有抓紧 找长的学籍读书 找短的就读 那个我二年了 还抓了 当时她就哭了 我呢 我也哭了 第二天我就背着书妈去上学 可我的姐姐就赶着牛 上了山坡 必须是吧 进了学校的大名 还是 对我说的很大 我想她要是能够上学的话 她考的学生 啃的 而且确实 肯定要比我好得多 我这心觉得 我非常对不起她 目前我现在生母孩子 经常一直在做 说我要让她看孩子们 去上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 去上一个很好很好的学校 感谢观看